各位觀眾大家好,歡迎回到新聞聯邦 今天這項題就是我Sammy跟大家做 第一個就是李家超當選第二天之後的行程 即是昨天 是的,即是昨天 上午,其實昨天是紅一來,不過很多人都會見到他 首先見到行政長官 其次見到終審法院首席法官 以及立法會主席 在見林鄭月娥的時候 本來他們就在官底見,然後就回政府總部 在場的攝記就提醒他們 握手或碰山 林鄭的新聞比書就說,兩個人就不會握手了 拍了一張照片,李家超伸了手出來,林鄭背對了他 後來他們的攝記就說,不如兩個一起跟人揮手 李家超就看一看林鄭先揮手,林鄭跟著揮手 而李家超在競選期間都流行用這個碰爭去跟人打招呼 我見張舉林的時候,首席法官那麼多是碰爭的 他在下午拜訪了四個中央駐港機構 中聯辦,駐港國安公署,外交部駐港,特派員公署和駐港部隊 在時候,中聯辦就發稿引述主任駱惠寧的港 中聯辦就會推動落實中央對港的全面管治權 以及堅決捍衛國家主權安全和發展利益等等 這個法稿跟之前祝賀林鄭的稿很不同 這個全國港研究會的副會長劉兆佳分析 反映中央未來在香港發展的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 以及涉及國家利益和國家安全上會有很多指導 問題就是在國家利益國安安全上是肯定的 問題就是在一些微官的管理之外 會不會是使用中英的全面管治權呢? 即是在微官的管理那裏 香港的行政長官究竟有多大的discretionary power 譬如他在任命的三司十三局 再加上那兩個副司長 究竟有多大的權利呢? 因為現在這個立即要做 這個都是有待觀察的 我想最重要的 大家最重要的都是 究竟 一國兩制2.0 究竟會用什麼方式去處理 或者什麼方式去磨合新的中央政府和 香港特區政府和地方政府的關係 所以就這樣 但是剛才你講了一句話 就是 公眾假期 這些是你那麽低級的人才有公眾假期 難道美國總統會有公眾假期? 習近平說今天公眾假期不辦公 是一個高級的人是沒有公眾假期的 明白嗎? 他24小時 這麼多天都是美國總統來的 我記得嗎? 他們就算再低級一點 好像林鄭月娥 李家超 相對美國總統 那麽低級的職位 他們都是沒有公眾假期的 你不要說因為公眾假期 所以他24小時都是那個職位 你不是 你不是那些人 李奧 那些國民黨 他就說 朝九晚五才是國民黨 放工五點鐘之後就不是國民黨 OK 他那時候就這樣嘲諷 然後呢 有一個 有一個人 跟我說 我現在說 那些人是 現在香港官方的人抬正 他說 那些共產黨 連朝九晚五是共產黨都沒有做到 即是說香港的 來到香港的 工作人員多腐敗的時候 哇 朝九晚五是共產黨都沒有做到 即是 連拜公時間共產黨都沒有做到 但是理論上他們作為國民黨員或共產黨 是沒有朝九晚五 即是一個高級或是一個政治接位 是沒有 你只是想著 放工了 不理了 下班了 去玩了 是沒有這些 OK 所以不存在 雖然是公眾假期 他們都做這些 公眾假期是甚麼 不用做的 很高級的 沒錯 但是另一方面 就是 你剛才說 李家超有多少人 包含力 但是從早班來說 他好像沒有自己的馬房 他其實勤契出來都是不同山頭的匯聚 情況是這樣 是不同山頭的匯聚 可能是有人推薦給你的 但是 問題現在你和中央政府關係 你不要理我那個人是怎樣撿回來的 在街上剛剛那天吃飯撞到的 行不行 可能剛剛吃飯撞到的 但是吃飯撞到那一個人 我推薦中央 那中央會不會 同意呢 都是屬於我的能力來的 你不理我那個人怎樣的能力 不理你有沒有班底 現在你不用班底的問題 是中央 推薦給你 還是你推薦給中央 這個是問題來的 這個是那件事的 權力的流程來的 你不理我怎樣 總而言之現在我作主 譬如假設我是我 李家超作主 我推薦一個人回來 你不理我怎樣找到 還是中央推薦一個人給我同意呢 這個 都是一個 權力 還是我推薦一個人 中央全部人都是我推薦 只不過中央 他沒有任何建議 他只是禁止了這個人 你一家找到人都不熟 這個是因為你是理由而不同意 就有很多種不同的一個無合關係 所以 都是有待觀察 好 話說第七十五屆的世界衛生大會 就會在五月底 在瑞士舉行 過去在09年到16年 台灣就連續8年 以觀察員身份 就受要參加 但是在2017年開始 就未能夠 就參與 在今年 大會開始之前 外交部發言人就指出 因為台灣就不承認這個一中原則 所以 他能夠參與世衛大會的政治基礎 已經不存在了 為了韓國的主權領土完整 中方就不能夠同意台灣地區 繼續參加 世衛大會 這一個原則 都在聯合國大會的決議上 是確認了 中國就基於這個基礎 覺得台灣就不能夠再參加 所以我相信中國一直在選台獨 因為台灣一直在選台獨 一直在激烈地擴充 所以我相信 在聯合國這件事 在各方面 包括 世衛大會 世衛有很小事 聯合國 或者 他的外交邦交國 全部都會被中國剝槓住 一路 一路會這樣做 因為你一直在做 我覺得台灣做得很過分 這樣說 是以台獨來講 你真是以台獨為基本原則 來到大前提來講 台灣也是很過分 即是 即使你搞台獨 你都是 一邊一角 你為什麼要在2019年的時候 這樣支持香港 支持香港分裂出去 對不對 即是整件事 你是完全是 講不通 即是那件事 因為你台獨 你如果台獨 你只有 搞香港民主運動 只有一個情況 一個情況之下 你才有合法性 就是你自己是中國的一部份 你不搞台獨 你是中國的一部份 我希望推動中國民主化 然後香港是中國的一部份 所以我就去 我就去推動這件事 但是因為整件事 我認為那個 那個合法性 這個當然是 有一個什麼問題 就是 民主化 你 如果美國的話 你是作為所有 有民主國家的 protector 所以正如是俄羅斯 是作為所有俄羅斯人的 俄羅斯民族的protector 所以 於是他就有責任 解 東頓巴斯 頓巴斯 頓巴斯地區 東烏克蘭地區的 俄羅斯民族 於賭源之中 但是 但是 不會白俄羅斯出兵 去解 東頓巴斯的人民於賭源之中 因為白俄羅斯是沒有這樣的 權力 去 沒有那個能力 也都沒有這樣的 政治基礎 去 幫助所有俄羅斯 在第二個國家的俄羅斯人民 正如 泰國是不會幫助 在 中國的泰族人民 所以呢 台灣 你憑什麼做民主鬥事呢 民主鬥事呢 就是 你都沒有這樣的資格 你不能夠說是因為你是一個 你是一個 民主國家 你自己也不是自己是一個民主國家 你做民主鬥事 你連做民主鬥事的資格也沒有 其實 是 所以呢 不參加 應該都是未來的主流 和 我大師說 之後應該就 繼續去剝光豬辣 一些外交的邦交國 另一方面 有一則很juicy的新聞 就是 話說 昨天就是 衛國戰爭勝利的驗日 俄羅斯駐波蘭的大使 打算在華沙 向蘇聯士兵的墓地獻花 結果 被人 撥了一些液體 圖片顯示 它是 液體 鮮紅色 血 整面都是 而 俄羅斯外交部的犯人 批評 這些就是 新納粹主義的 擁腦露出面目 強調 俄羅斯 是不會被人嚇到的 情況是這樣 情況是 蛤 原來新納粹主義 是 有的 他會不會是這樣 你不要特別這樣說 你應該是說 我們民主社會來的 俄羅斯說自己民主社會 自由的 他這樣真是不對 或者之類的 這樣的狀況 但是問題就是 如果七納粹分子 是 那個面目的話 是這樣的 那就 未免是對他們的一個 未免是對他們的一個 讚揚 OK 行不行 所以 所以 其實就是 這件事就是 非常之小事 但問題就是 昨天那個俄國 為 為 為國戰爭紀念 為國戰爭紀念 我就沒有看到相關報導 因為昨晚晚上 因為他兩個多小時 我當然沒有看直播 睡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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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就搞來搞去 到了最後 最精彩原來是什麼 林友 那實在太不精彩了 問題就是 我沒有看到相關報導 那就是說相關報導 大家又說 又會精兵 又會這樣 又會這樣 最近都是 放鬆火箭 在末日戰機 末日戰機 即是說 普京那個 叫做什麼 普京 如果打核戰的時候 他就會坐飛機 避免人家攻擊 那末日戰機 周圍走 而且是被人打的時候 周圍走 你有沒有打人 那怎麼辦呢 是啊 那都沒有特別的東西 原來這麼小事 我沒有看 我沒有看 我不敢百分肯定 因為我當然沒有全場看 但問題是 我沒有看到相關報導 那就是屬於一個雷聲大雨 怎麼笑 大家都繼續 在敦北 在奧德薩 那些應該是有些 烏克蘭跟他在搞搞陣 但問題就是 那些都是在我零聲節 我想烏克蘭還可以做 一邊打的 一邊做一些整備 最後 昨天 這個國家主義習近平 跟德國總理 有一個視像的會議 兩個就談談烏克蘭局勢 大家都做和平的 中方表示 站在和平的一邊 事情是應該要在 是非曲直出發的 大家就和談 推動局勢降溫 而他都說 歐洲的安全 應該是歐洲為人自己搞的 中方是支援的 那中國一直都是沒有 沒有先鋒點火 有他們自己打 但是外國 你沒有站在任何一邊 因為中國和烏克蘭都很好 烏克蘭和烏克蘭感情都很好 所以他一定是站在和平的一邊 但是 亦都是獨立自主作出判斷 但是我就覺得 因為事情都沒有視非曲直 所以 說視非曲直出發 就比較 他說視非曲直 我都不喜歡撐哪一邊 他沒有撐哪一邊 他都不想你打 可能他的視非曲直是 大家都不要打 沒錯 和平才是甚麼 他有一個基本立場就是和平 而歐洲 因為現在 中國和俄國都想把歐洲 在美國分裂 在美國分裂 至少德國和法國 因為比較大國 他比較不依賴 因為我解釋給你 因為那些小國 已經分裂了 不是 是不是都要做歐洲 你要是做法國和德國的歐洲 要是做美國的歐洲 那你當然做美國的歐洲好一點 但是法國和德國本身不是歐洲 他不想做美國的歐洲 分別在這裏 為什麼那些小國會這麼靠近美國呢 因為難道那些小國 他不做美國的歐洲 不做法國德國的歐洲 他不做美國的歐洲 可以做法國德國的歐洲 可能更壞 法國德國比較窮 又弱 又近一點 所以 你記住做年輕的 一定是 選一個厲害的大腦筋 沒錯 但是 你如果可以不做年輕的 譬如越南、印度 那些就不做年輕 現在那些就很討厭做年輕 法國和德國就想不做年輕 而是 甘心做年輕的 就是日本 因為日本已經被人拿著 所有那些 以前的犯罪紀錄 那些被人拿著 如果你的年輕 被人拿著謀殺 殺人放火 那些證據都被大哥拿著 那些痛腳 於是就 很難走得出 一個大國 只有日本 可以甘心做年輕 其他法國德國 經常都想爭脫鬆綱 是 但是做年輕也不錯 有水 現在就沒有水 鬼不知道 現在為什麼 為什麼做美國年輕 現在如果美國有水 我也做美國年輕 現在大哥還要吸你水 他好像在找你笨 有沒有聽過這些故事 明白嗎 現在大哥找你笨 所以現在才不服 以前的時候很服 大哥 以前當然是跟美國 而中國也是說 以前的時候 中國 幫美國 什麼時候 有好處 是不是 但是現在不是 你又大哥 我又哥哥 你有東西聰明嗎 是不是 大家這麼說 你有100億身家 我又有100億身家 我還沒聽你說 是不是 中國的情況 以前你有100億身家 我得10億身家 你聰明我當然聰明 或者只有2億身家 你當然聰明 但是現在已經不是這個狀況 今時不同 往日 大哥還在咬 還在咬 那些年輕人的老遠 所以 沒辦法 這個問題就是 所以德國就這樣 但問題是 你弄開大哥 大哥還是可以打 所以你變了 是 是 我們要問的時間 就到這裡 謝謝大家收看 拜拜 拜拜